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段荣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阿尔法维奇自战五十局 今天为大家讲解的是第三十局 下面我们进入棋谱 挫小木 之后高挂 白七拖 白七三路拖这个下法是阿尔法特别喜欢的 脱退 脱退这个定势在阿尔法的棋谱里面出现的很多 黑棋总是接上 一般来说 接上了之后 它一般都不会在这里利亚拆三 在这里拆边 挂脚是它的选择 白七小飞 这盘七选择的是小飞 面对这样的局面阿尔法 在这五十盘七里面我们看到两种下法 一种小飞 一种事 二间高架 即使挂到一下之后 这个 黑棋 还是不愿意拆这个 阿尔法一般来说 它不太喜欢拆边 似乎 一般我们的感觉 这个 这个拆一个的话 一子两用 既照顾了这三个子 又照顾了这个 在这边也形成一个不错的结构 效率还是不错的 这部棋 但是呢 阿尔法从来不这么下 它总是 它甚至 有的棋它是拖先 拖先走别的地方 它也不拆这个 这一盘棋呢 它拖进去 拖 白棋当然要扳 黑棋连扳 关于拖了连扳 这个局部长形 这个 以前的棋谱里面也非常多 这大致上 白棋 打吃粘上 是一个最正常的应对 比如白棋打吃粘上 黑棋度过 白棋再立 黑棋这个局面呢 或许它会贴起来 这是一个正常的下法 还有一种下法呢 是冲下去 冲下去呢 黑棋断 把它拐出 这样把黑棋分断 黑棋呢 活在脚上 得到脚地 白棋呢 打吃 把白棋 把棋子走在外边 这个适合于 可能外边 外边价值 比较大的场合 如果现在这个局面 这样下呢 黑棋 也许现在会拆这个 那么黑棋得到脚地 又拆到 黑的也应该说 也没什么不满意 打吃 也就是说白棋打吃完接住 或者打吃完冲下去 这两种下法 是比较常见的 另外最简单的应对呢 是沾上 沾上呢 黑棋虎一个 这个黑的眼型比较丰富 眼型丰富 这盘棋 白棋的应手呢 比较特别 它是倒虎在这里 倒虎在这 这部棋比较奇特 黑的呢 虎一个是长型 正常的棋型 这个 得到了 黑棋基本上安定了 这棋 虎在这儿的话 眼位和木树都很充足 然后呢 白棋一长 也就是说 我们把几个棋型 对比一下 如果这棋 白棋认为 这个长总是要点 总是要走的话呢 这棋 虎在这里 应该是比 粘在这儿 略微的 好一点 感觉上略微好一点 眼型方面 会有一定好处 如果我粘完 下一步也 也要长 这个长 我还是认为是要点 那么这子 放在这儿好一点 那么如果 白棋打持粘上 这个子 就可以放在这里 放在这儿的话 当然比虎 感觉上 这木树和眼位 对于白棋来说 都要好一些 但它不利的地方 就是这撞了一棋 如果下成这样 是最好的 如果能下成这样 白棋不打持不撞 这一棋 对于白棋来说 是最好的 但是呢 应该不太可能 白棋如果单利的话 黑棋 不会虎这个 黑棋也许会虎这个 打持的时候 黑棋是考虑 做结 或者哪怕就粘上 然后再这样打 总之不会虎到二路去 倒虎 这是挺有意思的 一个下法 好 再长 长了之后呢 下一步从这加工过来 还是蛮厉害的 黑的也没活干净 所以 非补一手 这地方白棋已经很硬 贴的话 可能觉得 贴在白棋硬头上 也未必有好处 所以黑棋 非一下 白棋挂脚 黑的呢 二肩跳 手个脚 白棋大鞋 白棋 对于这个大鞋的棋型呢 一般来说 黑棋有 用的较多的话 是两种下法 另一种呢 是尖顶 白棋搬住之后 黑棋护过来 然后爬几下 然后爬几下 跳出 这也是一种局部 局部常见的棋型 另外一种呢 就是实战的靠出 靠出呢 白棋如果挖的话 就形成我们所谓 大鞋千变 这样一个复杂的 古老而复杂的定式 这大鞋在阿尔法维棋的棋铺里面 是很罕见的 嗯 那么实战 黑棋靠出来了 也许实战 黑棋觉得这样顶的话 被压得太扁 白棋下后 对左边黑棋压力也比较大 所以他靠出来 白棋挖 黑的大鞋 挖呢 是一个局部就是强行 强行战斗的这样一种选择 比较柔和一点的下方呢 是半了长 黑棋 这里有冲断 黑棋如果霜的话 白棋进脚 这也是可以考虑的下方 白棋挖 这地方即将开始战斗 黑棋当然是挖打 接 这时候呢 黑棋有接下边和接上边两种选择 嗯 局部来说 局部有这两种选择 但是现在不可能选择接上边 因为黑棋挣子不利 如果能挣掉的话呢 这也是一个 古老的定势 但是现在挣不掉 黑棋不行 如果只能这样长弯夹住 这感觉比打吃完了提掉差很多 将来白棋在这走起来的时候 黑棋会比较难受 这紫霉干净 这样就完全不一样 嗯 所以呢 黑棋当然是接下边 断打是必然的 这时候在比较老的下方也有这样打的 嗯 这样打完再打上去 嗯 白棋当然不会沾成鱼形 嗯 白棋这样打 然后爬33是要点 双方的根据地 黑棋沾上了白棋接住 一般呢我们认为如果下成这样 白棋应该还是不错 脚上的实地相当大 棋型也非常厚实 那么实战黑棋是长出 嗯 白棋拐到33是绝对的要点 这地方是事关双方的眼位 谁拐了谁占据脚上的眼位 比较有力 好 那么黑棋拐出来 也是一个最常见的变化 这个拐呢很好理解 不走被挡下来 接下来白棋的选择呢 就比较多了 从局部来说 把这个粘上 单长或者压 这三种都是 都是可以考虑的下法 嗯 大鞋的变化非常复杂 白棋实战呢 选择的是压 白棋压了之后呢 黑棋大致有两种考虑 一种是长 一个是拐下去 如果长的话 白棋就再压几下 然后也许会 白棋一通压过去之后 有这样非弓的下法 黑棋打的话 强行贴完照住 也有这样普通长的下法 不知道白棋会怎么选择 实战黑棋可能觉得上边价值比较低 不愿意被白棋这样压过去 所以呢它拐 拐 拐 白棋长 好 白棋这一长呢 黑棋可以说面临一个考验 这棋 这棋 如果黑棋爬 那么白棋有 拐手 拐完连班是抢手 这个时候拐完连班非常强 黑棋如果从这儿断打呢 你看 从这里断打的话 针不掉白棋 不管你是这么针 这样针也好 我们可以看到 从这一路针过来 白棋这个挺头引到针了 这样针也针不掉 你断打也好 断打完了之后 即使压是先手 从这边针呢 更是针不掉 针子不利 所以 看着白棋好像断点很多 气又紧 但是它就针子全部扛住 当然不能打吃这个 这被一断打 再一爬 黑棋死掉 也就是说黑棋为了这部断吃能够成立的话 黑棋现在需要搬接 搬接是个先手 白棋如果补这一遍的话 这被搬死 这里被黑棋搬死 所以这白棋不行 哪怕断打在这还是被搬死 所以白棋这边得硬 这样的黑棋就能吃掉这个子 气炎藏出来了 但是如果这样即便吃了这个子 上边被白棋一飞 或者甚至长黑棋都跑不掉 黑的就死掉了 这个 黑棋实战没有这样下 应该是觉得 黑棋觉得这样下呢 不如实战 所以这爬的话 白棋有半来连半的抢手 那么跳呢 现在如果想跳 现在跳不出来 这明摆着有冲断 明显有冲断 要关门吃黑棋 非的话呢 白棋 不知道能不能考虑尖顶 尖顶 也跟针子有关系 如果尖顶黑棋长出来的话 是这样的针子 黑棋断吃 这地方好多针子的关系 前面我们说了 把这个针不掉 那么我们来看看 如果这样 从这条线针吃的话呢 针 刚好针掉 打吃跑 走到 走到这里的时候 挖打再打吃 刚好针掉 那么也就是说白棋尖顶不行 尖顶不行的话 有可能选择这个 冲 搬 打 先把黑棋打成鱼形 挺头的 只要挺一下 然后活掉 下一步呢 这个跳 这跳很严厉 搬起脚活干净了 这一跳和上边进攻黑棋 两点 两点可以说这个 白棋必得起义 黑棋那两块都没走好 这样如果下成这样 黑棋应该是不满意 所以说现在黑棋跳了跳不出来 爬和飞都觉得不太满意 那么我们来看黑棋的下法 黑棋的下法挺有意思 黑棋先不走这边 先这里搬站一下 问白棋怎么应 看看你怎么应 局部来说白棋 大致是搬 利 虎三种下法 虎这个局部已经进活了 但是黑棋如果能利到这一下 当然现在利 白棋有可能拐 那么黑棋哪怕就爬一下 再利 这样如果能利到一下 白棋做活 黑棋再搬这个 这样黑的就避免了连搬的问题 白棋不能连搬下来 当然这里不知道黑棋 有没有更强的手段 比如说断 或者夹这个 这都是可以考虑的 简单说 如果我们看成这样 黑棋利到这一下 那黑棋这边就走得很舒服 可以走得很舒服 当然如果现在黑棋单利 白棋也许会拐下来 黑棋挤的话 白棋作也 黑都如果要来杀白棋的话 自己也没活 这里局部将形成一个打结 这个打结究竟怎么样呢 有点不太容易判断 不知道α围棋是怎么判断 但是即使黑棋先爬一下再立 应该也是可以考虑的 这个图应该也是可以考虑 哪怕就冷静搬一个 或者 这个能不能加需要仔细计算 也就是说 黑棋有这个的先手的话 会在这边活得舒服一些 那么如果白棋搬 如果白棋搬斩的话 黑棋就跳出来 本来黑棋是不能跳在三路的 只能走二路 现在能跳到三路的 比较舒服 白棋如果搬力也是一样 黑棋现在跳虽然被冲完铺了 但是黑棋就先断一下也没有关系 这样黑棋反而更好 因为 因为黑棋将来在沾上都是先手 这脚上有打吃 再拖进去的手段 白棋还得补 搬的话白棋不肯 被黑棋跳出来 实际上觉得搬这个 显然是不肯 走这个也很委屈 所以是立在这 黑棋搬斩 让白棋立一个之后 黑棋再飞出来 我们看一下 它先搬斩的效果 白棋我们刚才说了尖顶是不行的 所以冲完拐 先手把黑棋打成鱼形 我们来看搬斩的效果是什么 如果你直接飞 白棋冲 搬 打 先手便宜完了之后 把这个尖一下 再虎 好 白棋一手做活了 现在或者将来 你再搬 这个接绝对是后手 白棋不可能在里面再补一个 搬接是后手 而黑棋先搬斩 迫使白子放在这个地方 迫使白子放在这个地方之后 白棋脚上还没活 白子脚上没活 就必须得再补一手 等于 黑棋这个斑毡 不管从木树或者眼位上来讲 它都占到了很大的便宜 那么这边便宜了 便宜了 这边虽然委屈一点 被白棋压到二路 但是呢 忍一忍也就过去了 毕竟那边有收获 好 那么白棋走到这之后呢 跳 这黑棋只能忍耐 没办法 有点难受 二路爬 不过呢 阿尔法维棋 它本身对于爬二路 它大概 本来也无所谓 有很多 像一开始点完三三 也要多爬几个二路 他也不在乎 摆着跳一下 这个是线手 这头如果被黑棋搬过来的话 白棋整体很薄 这跳是必须的 白棋脚上气非常长 黑的现在不可能去杀白棋的击手 白棋气太长 这随便一跳下来 黑棋没几口气 自己要被杀 所以呢 拆二 必然 白棋 捕活 捕活 那么黑棋贴起来 把这地方齐心走完整 掰着跳 这一跳呢 还是下得很厚的 它并没有去下边抢大肠什么的 如果在下边抢大肠 可能将来黑棋这一带 进攻过来 白棋整体 整体感觉有点薄 而跳一个护住中间 这如果走强了的话 将来还能有希望围住一些木树 黑的拆 这个点 这个点还是很大 虽然是比较窄的地方 但是被白棋拆过来的话 黑的这块没活干净 所以黑纸插 白棋呢 点这个 点这个挺有意思 白的觉得 反正黑棋跳完贴住之后 这边已经厚了 已经厚了 白棋再来这些手段呢 恐怕也 也不容易讨得便宜 所以它就简明一点 点一个牛角挡住 我就靠一靠 搬下来 这样把你限制在这里 非常简明的这样一种定型 这呢 就比单拆 比单拆大厂之类的 要紧凑一些 点在这 黑的呢 一看白棋点 它还不肯挡 黑棋觉得挡这个是被 被白棋先手便宜 所以还要反击 靠在这 如果白棋搬的话 还是拿着连搬出来 那么 它不想打 想要进攻这个字 白棋呢 尝一手 打吃一下 再跟着贴 白棋半头 这地方呢 即使冲下去 对黑棋影响也不大 黑的这 这已经 还算比较强吧 它可能反身飞过来 有这样的可能性 反而飞过来公里之类的 先把头搬过去 这边占点便宜 这边反而飞公里 白棋反倒走重 搬头 黑棋呢 不肯这样搬 这样搬 感觉有点委屈 这有断的味道 什么 残留断的味道 白棋搬一下 黑棋齐形已经比较委屈了 所以是断 直接切断 下得非常强 白棋挖栈 给黑棋制造一些断点 借用 制造一些麻烦 然后白棋将来好借用 如果这地方让黑棋挖了的话 黑棋就铁板一块 挖 沾上 让你难受 将来冲先手 这断打完接住 这又有断 黑棋这形状还是挺薄的 那么 虽然薄 但是也不能下这样的棋 这就效率太低太委屈了 这一棋 飞 白棋当然要藏出来 然后呢 跳 要把白棋这个子吞下 把白棋这个子吞下 当然现在明显没吃干净了 白棋这里面还有种种的味道 但是黑棋要追求这个效率 总不至于自己单关接回去 那就太委屈了 点刺 普通的感觉呢 是要挡住 不过如果挡住的话 白棋长一个还是先手 这地方依然有冲断 冲断 吃的话被断打了 这样被爬过也受不了 如果这白的都走到 那么 下一步不知道白棋中间会下什么 可能会 大为一个之类的 总之 总之能点到两下的话 一定是白棋先手便宜 黑棋实战没有跟着硬 而是 站出 黑棋如果黑棋觉得 这时候不站出 有可能这个子就无疾而终 长 贴 现在再斑 跳出 好 黑棋把这个站出 站出的目的呢 是就把白棋中斧这个潜力给化解的 黑棋点刺 它不满足于自己这样逃 而是要寻求白棋形状的弱点 点刺在这里 让白棋难受 你总不能这么沾上 沾上 那黑棋回肩又是先手 黑棋这里 眼型很丰富 而白棋被走成一串单冠 这就不像花 如果印在这种地方 这还有问题 这一挖 挡不住 挡住被一断 棋形要出麻烦 所以这一点刺 白棋也是要 要小心应对 黑的 来势凶摩 白棋反靠 反靠 反制黑棋 这地方先打过 打了一下 再反靠 为了它扳 白棋尝 再冲 白棋尝 很灵活 它走外边 里边 里边 它认为就不重要 这棋是冲不过来的 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冲的话 黑棋 断这个比较厉害 断这个 然后再断打 连这个字都能接上 这两个字已经掉 所以局部 这冲 就有问题 那白棋呢 也很灵活 它就 这三个字不重要 黑棋吃这三个字 就是干的六木棋而已 所以它拐 无所谓 你现在要吃的话 白棋很欢迎 这一打 再一打 先说解决问题 黑棋就吃了六木 干子 外边都死掉 所以这个不可能 白的把棋绕到外边来 而不是在里边 单关接着硬 这个是 比较强的下法 那么从这个局部的 白棋的应对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 围棋在战斗中 这 风轻轻重缓击很重要 这有的棋子呢 它价值不大 可以视为 比较轻的棋子 随时可以弃掉 如果什么棋子都想要 就是说 一子不舍 一个棋子都不肯舍的话 有的时候 会往往 会为了 那些残子的拖累 陷入被动 好 我们继续来看 这里战斗会 进行成什么样 白棋绕到外边来 这是一种比较高明的下法 黑的当然也不会去吃这种 对方不要的残子 现在的主要问题 还是要解决 黑棋这四颗子没活 黑的斑 继续追究白棋形状的弱点 白棋这一反断 这棋下的很有意思 白棋要想联络呢 搬这个就联络 搬这个联络 那么黑棋顺势一粘 这里还有断 白棋如果这样连的话呢 黑棋的意图是先手把这个粘上 那么再逃出来 这样呢 黑棋毕竟还是有收获 这走了一圈 把白棋的眼都给破掉 而在黑棋搬的时候 白棋是单段 单段这个挺有意思的 单段现在黑棋如果是长这个的话 如果黑棋长 那白棋这一串就死掉 你不能沾的话 黑棋霜出去 白棋四口气 黑的四口气 无论如何应该是长得出来的 那么 对 沾的话 黑棋霜至少有四口气 那么白棋这样下 黑棋一长白的就死掉 那么白棋怎么办呢 我们来看一下 白的 比如说靠 就让你吃通 把黑棋包进去 然后这一块杀器呢 慢一气 在提掉之前 不要忘记尖顶或者打吃一下 这是最起码的 比如说尖顶留下味道 断打 被提了的话就来不及了 这边可以冲 再打吃 这黑棋是粘不上的 黑棋走这个 白棋可以先手提 黑棋也只不过吃了很干的 7颗子14亩 加上这个15亩 白棋整体外边全部下厚 将来这一挡下来 黑棋甚至飞点在这里 这黑棋受不了 白棋全下厚之后 那块都快死掉 那么这边黑的也没解决 将来有挖沾 靠下来之类的种种问题 或者白棋就打一下 简单一点 光那边黑棋就受不了 所以这个 白棋如果能这样弃子 黑棋显然是不行的 一定不能贪吃 长这个被白棋一靠的话 这棋就可以说游戏结束了 因为贪吃黑棋就速败 所以黑的不能长 往外出头 出头往内 不是跳而是往那个方向呢 强调白棋这块还 还没活 白的现在半 黑的如果沾上的话 黑的如果沾上 白棋就又脱线了 这些都是蚕子 都无所谓 你爱吃哪吃哪 白棋可能这样进攻过来 黑棋现在挖 挖一个 挺有意思 挖一个的话 它是强调我下一步要断打 这一断打 你如果沾的话 黑棋提掉 那白棋挖在这 白棋总 总不太肯 这个 在这什么地方沾一个 这黑棋已经先手便宜 白棋走的是断吃 那么黑棋 断吃 然后吃两颗子 这两颗子呢 价值还比较大 因为吃通了之后 黑棋上边整体就厚了 如果是去吃这三颗的话 是绝对是无聊的残子 所以黑棋也不愿意在这地方 再花一手棋 你沾的话又是后手 外边情况还很紧急 不沾的话被白棋吃掉也不像样 白棋全都厚了 所以黑的使出一挖 把这两个吃下来 那么上边那块连回来了 虽然黑棋把上边下厚了 但是呢 总的来说白棋 白棋在黑棋点的时候 这一反靠 还是 应该说白棋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 因为白棋这块提先手的话 这块已经活干净 并且 又 活干净了得到一个先手 并且黑棋这块 这块黑棋始终还是一个负担 现在白棋靠下 刚才我们说了有尖顶种种 种种先手借用 这个子是没死的 翻 尖顶 这必然顶端 再挖 沾上 这都是命令 这器必须接 必须补 然后扳下来 很紧凑 白棋下的很紧凑 这不能随便沾 沾的话白的咔嚓一断 这就轻松处理 黑的这个子不能逃了 逃的话是被扑扑死了 那么如果这个子死掉 白棋就轻松活起了 所以黑的也没什么退路 断打 挖打 白棋冲 然后双打 打结在这地方 这个结呢 黑棋负担也不轻 一旦被白棋提到这儿 里里外外好像都没活 也绝对不能沾 沾被白棋一沾 黑棋就可以忍输了 好 所以刺这 这个也是一个棋筋 这一段的话 黑棋可以说三块 三块没活的棋都连通了 所以这个也非常大 白棋呢 选择了 就剪明的提掉 白的可能觉得已经够了 那这提掉收获很大 直接沾上不知道怎么样 再充应该也是结材 然后再提回来 反正粗粗一看的话 白棋沾上是不是黑棋会更麻烦 实战白棋提掉 阿尔法维棋它 它下棋有的时候 它是按胜率算 什么杀不杀棋啊 什么之类 或者说优势大或者小 对于它来说 可能都没有这些 它那个 大概 没有这些东西 它就是哪个胜率高走哪个 它可能觉得提掉已经够了 这样很简明 确实白棋这收获很大 整个再补一手的话 黑角变白角 这一下相差很远 外边这三 虽然是棋金 断开黑棋三块 但是呢 就实地上来说 白棋确实是 这里这个结打印收获太大 白的打吃 打吃 就是黑棋如果沾的话呢 这打到一下的话 将来会产生一些 比如说这种 这种手段的可能性 也就是说在这打入的时候 黑棋这边负担要重一些 白棋把这块空 比方说在这打入 把这块空再打掉 黑棋全盘是 没有多少实地 所以黑棋现在要想跟白棋真胜负 一定要在上边和中府一带 走出点东西来 飞 围大空 那么不硬的话 白棋这地方不是提 提就很缓 如果提的话 黑棋可能又在上边 再围 再去吃这些残子 黑棋早就把中间全围住 白棋下得很紧凑 加 这一家黑棋不能挡 挡被断打在这里 就只一步棋全杀了 这损失就有点大 所以往外冲 再冲 先手力 冲出来 冲出来 这大致都是必然的 白棋肺 这活得很舒服 这块就这样一刀把黑棋劈开 等于整个黑棋上边就被破掉 这白棋还是相当舒服 当然黑棋可能也是一种真胜负的态度 这样走也许还乱一些 刺一下 然后飞正 挺奇怪的 飞在这个地方 当然也有照顾这个子的作用 也有隐隐约约有照顾中府的 对中府也有点好处 一般的感觉现在恐怕是应该在这一代 攻白棋这一块 比方说什么拆二之类的 进攻白棋这一块 但是黑的没这么下 他可能觉得也不好攻 走在这 那白棋当然一飞 彻底活干净 黑的反飞过来 要围中府 要求围住中府 白的呢 尖顶 顶段 因为现在这棋挡下去已经没什么意义了 挡下去被黑棋反贴过来 黑棋这非常厚 这都非常厚 白棋挡下去还给自己制造麻烦 能不能连上还不好说 尖顶借用一下 冲吃 白棋提先手 然后呢 团在这里 两个眼 瞪圆了 打 拐回 飞 这边有断打完爆吃 黑棋 黑棋要想强行断开白棋 杀这个恐怕也不太现实 嗯 黑棋自己气还比较紧 自己气还比较紧 将来白强行断开的话 这一袋白的缩缩气 黑的还得缩回去 所以黑棋冷静粘上 白的横贴 跳住 把中间围住 尖顶一下 先手便宜一下 之后呢 把这一立 这地方非常大 如果到黑棋走的话 黑棋 黑棋局部立这个是可以活的 或者哪怕黑棋就这么搬立 这个价值也是挺大的 嗯 白棋一立 把脚吃干净 好 黑的 点这个 觉得白棋这里 骑行可能残留一些问题 要做点文章 现在这个 现在白的实际上 并在这也没看出黑棋有什么 有什么了不起的手段 白棋实陈贴在这儿 当然如果贴成立的话 比并肯定要强不少 那么黑的就有一点 有一点实陈手段的空间 拖完一挤 再打吃 之后呢 沾上 没有沾 如果沾上的话 黑棋先手冲下来 然后这一段 这白棋 有点麻烦 简单摆一下 这一段 扳的话呢 慢一气 冲 冲已经冲不出去了 这一扳也扳死 或者这边冲完击打 白棋也不行 所以呢 黑棋等于已经是 可以说已经度过了 白棋如果单度这个的话 黑棋断打 完了冲这个 断打完了冲这个 这样呢 白棋不能打被low包 弯的话被黑棋爬一下 气也是不够 所以黑棋度过 那么白得反靠 反靠 黑棋不能在中间随便走 因为随时白棋 被白棋爬过的话 黑的不行 比方说走这个 简单说一下 这个冲出来很厉害 你如果走这个的话 白棋打先手 再一粘 黑的就完了 冲的话呢 白棋就接住 这个冲也很厉害 如果在这边走的话 那边又被白棋 又被白棋爬过 所以单靠 黑棋不能随便硬 冲下去 这个眼见着黑棋 确实有收获 把白棋这儿 空破了不说 关键白棋还没活 当然白棋也有收获 也不是白被破的 白棋冲到中间来 把黑棋中复的空给破掉 反冲 如果就这么大家对破的话 黑棋中间损失也很大 所以黑棋反冲过来是 意图要杀白棋 白棋冲 接住 拐回 黑棋小剑掏回 站 点一下 点一下 搬 打 这地方也挺有意思 不知道黑棋 黑棋本身 不知道单力怕什么 如果单力直接一搬过的话 白棋 看这个样子也是做不活的 黑棋先搬再打 这样从木树上来说 可能会稍稍亏损一点 然后刺 刺完了之后并回去 这地方呢 黑棋大支总需要补 但如果你直接补 白棋靠这个 靠先手 长先手 这里 首先是可以把黑棋断开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靠长挤打 都是先手 这个再是先手 这就有 有眼 有一个眼 摆个简单的图的话 先不说断开黑棋的问题 我们就简单看成这样 白棋就轻松活了 这个黑棋要度过 那么中间白棋补一个 把眼做成 黑棋度过白棋一跳 黑棋就整个失败了 不能轻易放白棋活 好 那么黑棋尖刺 完了并住 尖刺等于先手破眼 但是这地方呢 还是留有缺陷 白棋冲 打 这都是命令 再提 这地方留有一个打结断开黑棋 单段 开始结针 第二个是结材 这地方是这样 直接挡下去呢 黑的断 然后白棋冲出来 杀气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一路冲到这儿 白棋有 一二三四 四口气 直接杀气的话呢 白的也是快一气的 但是直接冲下去 有个问题就是 黑棋这么冲 黑棋这样冲完了之后 白的 白的没活 这整块棋它 眼味也是不足的 那么 实战白棋跳这个 黑棋必须度过 黑棋必须度过 之后白棋提结 反冲 这个不能给 提过来 飞 飞 飞点 要冲断 黑棋 黑的当然得硬 提 冲 冲到这儿的时候 白棋没有再硬 我们看 白棋没再硬 二手打这个 再挤 反挤是结材 这要断吃 黑棋必须沾上 再反提 走到这儿 黑棋没有什么 价值特别大的结材了 所以度过 白的先手提 一 黑棋沾上 等于白棋这一串跑了 但是呢 那边 那边留下 留下了一半 但是这事情也还没完 我们可以看到 黑棋刚才如果立在这儿吃的话 是不行的 这被白棋挡的话 这块脚上死了 但是度也留着度的问题 这地方白棋有斑 有斑的手段 斑完再一铺 它其实还残留有结的问题 所以白棋 并不是那块就这么干干净净的被吃掉 如果就干干净净的被吃掉 那白棋是不行的 白的先跳 黑的现在如果补 白棋把这个补上 根据他们下法的判断 我们就可以知道 黑棋如果补 白棋把这个补上 白棋是赢了 所以黑棋还得继续拼 往里钻 那么白棋搬 这个不得不沾上 如果走这个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白棋扑了以后 上边这个眼黑棋是无法破掉 黑棋自己太薄了 不可能破掉这个眼 所以得沾 白棋下得比较简明了 如果这地方最强的下法 如果结材有利 最强的下法一定是铺 等你铺的你沾上 然后再提 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 逼黑棋去收器 逼黑棋收器 这样能多破黑棋几目棋 那么白棋实战单体 单体让黑棋粘回去 这就表示白棋认为不需要打这个结 这样下我已经够了 爬 踢 然后飞 抢大棺子 杜 团一下 断打很大 断打看上去有十多目的价值 一起打吃 然后小剑 接一个 做结材 粘上 这地方很有意思 当黑棋接上之后 白棋根本就没有提结 而是单立下 这也是 在阿尔法维棋的棋谱里面有的时候 就会看到这样的场面 提都不提一下 这照人类棋手下棋的话 肯定是 不提白不提 间接先提 我刚找了一个结材 为什么就缩回来 但是 阿尔法维棋它可能就是在 它确定赢了的局面下的话 多提一个结这种 这种麻烦事 它就不做 这吃掉也不小 这吃掉也不小 来 挤一下 团在这里 看上去呢 先打再打 能打掉白棋 一幕棋 不过呢 这棋 我不知道 不知道阿尔法维棋 是不是 算到了 它确定 黑棋能搬占到 黑棋搬占 白棋如果要补一个的话 黑棋反倒是这样好 如果打掉的话 如果打掉 反而 灰色 好 那么这棋到最后呢 是白棋 中盘胜 这盘棋 白棋 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学习 好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